原标题 康熙是如何赶跑侵入清藏高原的准嘎尔布的 1718年至1720年 清朝康熙皇帝为了安定西藏地区 发兵打败侵入西藏意图扩张的蒙古准嘎尔布 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有朋友可能会疑惑 康熙皇帝对准嘎尔布三次侵征 不是在1697年 已经灭掉心腹大患准嘎尔和嘎尔丹了吗 没错 嘎尔丹是被灭了 但是准嘎尔势力的威胁并没有解除 相反却更严重了 因为准嘎尔布在嘎尔丹死后 出了个比嘎尔丹更让蜻蜓头疼的策望阿拉布坦 策望阿拉布坦为嘎尔丹的侄子 因他逼死的时候 他让年幼 捍卫被嘎尔丹窜取 策望阿拉布坦隐忍到成年后 恰逢嘎尔丹和康熙对决于乌兰布通之战 被康熙策反的策望阿拉布坦 在背后突然发难 抄了嘎尔丹的老巢 占据一礼 嘎尔丹后来被蜻蜓和他的侄子 逼得走投无路 只好喝要自杀 相比嘎尔丹 策望阿拉布坦更叫华庚 难缠 他和他的儿子贾尔丹策灵和蜻蜓纠缠了几十年 蜻蜓也为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直到乾隆潮时 才算最终解决掉者嘎尔的问题 策望阿拉布坦 因著清平达尔丹九宫 得到清平信任 继任汉文后经过不断扩张 准达尔实力大增 开始寄予西藏 以及中原之地 当时 青海 西藏地区是和朔特布领地 策望阿拉布坦 为麻痹朔特布拉藏汉 遂取了拉藏汉的姐姐 并将女儿嫁给拉藏汉的长子丹种 1716年 策望阿拉布坦 以护送丹中夫妇回家 省亲为借口 派部将策林堆多部等率兵 六千从伊犁出发 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面穿过 经过阿克苏 喀什 刹车 从河田 金新疆 河田 以南翻过昆仑山 翻山越岭过沙漠 咒服夜行 经过近九个月的尖南跋涉 最终秘密入藏 从新疆伊犁去西藏 因为有浩瀚的塔克拉玛 但沙漠组合 从中间穿越 号称死亡之海的大沙漠 在 当时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 只有一种方式 就是绕开它 因此 除了策林堆多部走的 这条西线 还可以走东线 从哈密南下经青海入藏 相比之下 东线比西线的路况要好很多 为什么策林堆多部 要选择这么难走的一条路线呢 有两个原因 一 策望阿拉布坦曾经攻打过哈密 就是想打通东线的通道 但是 清廷在东线早有防备 加强了防御 二 此次行动兵力有限 只能作为出其不意的骑兵使用 绕开清军防线 悄悄的进村 打枪的不要 1717年 策林堆多部攻克拉萨 金西藏拉萨 杀了拉藏汉 掠夺各个寺庙里贵重器物送往伊犁 将拉藏汉所立的达赖喇嘛求进 1718年 康熙与正月派十位色冷和西安将军俄伦特 各率数千精兵从青海兵分两路增援西藏 清军进至喀纳乌苏金西藏纳区 陈兵喀纳和北岸 策林堆多部兵分两路 一路在河南岸居合一手 另一路 迂回至清军背后 截断清军两党 将清军包围 清军坚持一个多月 最终淡尽粮绝 一万多清军全军覆没 准嘎尔兵开始快速扩张 有进犯四川 云南的意图 康熙决定再次出征 江准嘎尔不赶出西藏地区 为确保胜利 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命十四皇子陨石为辅远大将军 赶往青海陀陀和原以南坐镇指挥 深熟西边情的年耕耀 为四川总督 筹办从四川进藏事宜 命定西将军 贾尔碧率军 从四川八堂入藏 命平立将军 严信率军 从青海进藏 宁富宁安率军 进至巴里昆 在北面开辟新战场 先至策望阿拉布坦 以防其就原策 零堆多补 封青海所立的嘎桑加措 魏六士达赖喇喇 团结可以团结的对象 康熙这方面能力一直挺强 1720年 清军兵分南北两路 从成都和西宁向西藏进发 贾尔碧和越中旗帅南路清军 金打剑炉金四川康定 巴塘进底查穆多金西藏昌都 然后从拉里金西藏加里翻越拉里山 冰封直指墨竹公卡 严信律北路军护送六士达赖喇嘛 翻越唐古拉山 进入西藏北部 北路清军在金西藏那区以北 以西地区 连外侧灵堆多部 南路军也攻克墨竹公卡和拉萨 侧灵堆多部见大势已去 率领残部从牢庐逃往伊犁 严信留大军守达木 率部分兵力护送六士达赖达桑加措 前往拉萨布达拉宫 进行坐船典礼 西藏的秩序得以恢复 接下来 清廷又设置驻藏大臣 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和管理 此次清军在西藏战胜准夹尔布 断绝了其占据西藏的扩张企图 对维护祖国的统一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作词只有统一 优优独增长 作词只有统一 作词只有统一 作词只有统一